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一生就是被人们赋予了传奇色彩的年华 这个女子叫做郑文雅 她曾经在娱乐圈也是炙手可热的一个女神 红极一时 在1979年名叫郑文雅的 正在参加香港小姐的比赛中 那个时候的她正处于青春最美好的年华时期 自信地走在香港小姐的玄伪舞台上 气质独特 在众多美貌出众的女子中脱颖而出 一拿冠军和最上进小姐两项荣誉 台上所有的焦点 所有的目光都放到了郑文雅身上 台下郑文雅被挖掘更多潜力 开始了她的演艺视野 1960年的2月14号那一天 众多情侣正在开心地过着情人节 这一天是属于她们的日子 而在中国香港的一个家庭中 来世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女娃 名叫郑文雅 她从小便就非常的听话懂事 不给家人惹麻烦 一心好好学习 热爱运动 在班上她一直都是尖子生 同时注重多方面发展 学习戏剧 摄影 雕塑 舞蹈 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也不过如此了 郑文雅靠着自己的努力 赠来了别人对她刮目相看的人生 如果不是进入娱乐圈 郑文雅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专业运动员 或者继续读大学 参加完比赛后获得了冠军的肯定 她便萌生了进入娱乐圈当艺人的想法 同时那两三年 郑文雅还成为了香港女子跳高记录保持者 提起郑文雅 不由得便想为她竖起一个大拇指 在香港小姐比赛中出路疯王后 趁着势头正好 郑文雅被立的公司所签约 先是在浪剑场地中 饰演了一个镜头极少的小角色 取得不错效果 后转身直接变成主角 主演了电视剧《四口之家》 在剧中的郑文雅饰演的是一位模特 这样的角色简直就是为郑文雅量身定做的 可以让郑文雅大秀她的个人魅力 随后她主演了多部电视剧 但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她想要更好的未来 她依然地离开了立的《转身步入影坛》 主演了电影《小声啪啪》后 彻底打开了郑文雅的电影市场 又主演《全家福》《何必有我》 等多部反响不错作品 但若是说起郑文雅的高光时刻 当属1987年 1987年的某一天 郑文雅收到了某个杂志社的邀请 想请她拍摄一本全罗写真集 性格独特的郑文雅答应了杂志社 并且拍摄的地点是在户外 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岛上 无论是郑文雅还是景色都十分的抢眼 本身已经有点知名度的郑文雅 更是因此获得不少的关注度 一举成名 在那个思想还相对传统的时代 郑文雅成为了首位拍摄全罗写真的港姐 其实在1986年的时候 郑文雅便被此杂志社邀请过拍半罗写真集 在80那个年代便给到了郑文雅百万的报酬 在上世纪80年代 人们的思想还相对保守 女性的穿着打扮无法和现在相比 衣服都是包裹得严严实实 郑文雅拍摄的血真 犹如一个炸弹从空中一跃而下 炸起了无数尘土 也让人们顿感惊讶和新鲜 那个时候她便已经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存在 开创港姐及香港女星拍摄裸体血真及风气鲜河 随着郑文雅的人气大长成为了重导演 争先抢后邀请的一位女演员 血真引起了大量关注度 同时也引来了巨大非议 毕竟在有些人眼中拍摄那种血真 还是友商风化 有辱斯文 一直顺风顺水郑文雅在花心萝卜中受到了重挫 这部作品的宣传者将郑文雅的私人照 放到了本部作品的海报上 这个举动引起大家广泛的不满 认为这有损港姐的形象 她演艺事业也因此一落千丈 陷入了低谷 被气到的郑文雅对这部作品伤心至奇 本来前途有着无限可能 她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曾一度想过说放弃拍摄电影电视剧的念头 又再次出演了几部作品后 郑文雅便彻底离开了娱乐圈 回归了生活 1991年嫁给了丈夫 于哲晖 于哲晖是一位知名的富商 据说郑文雅喜欢丈夫 是因为丈夫对她很好 两人在一起很少传出绯闻 郑文雅不想做饭 丈夫便不让她做饭 郑文雅那时候不想生孩子 她也可以接受 这也就只导致了 至今两个人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古语说 不像有三 无后为大 但对于有的夫妻来说 他们就想过二人世界 不想要孩子 郑文雅虽然年轻时 引起过一定争议 婚后坚持不要孩子 再度引发关注 但这都是她个人选择 无论是出于哪种情况 不要孩子 外人都应该选择尊重和理解 郑文雅映然 又经常得意 映然就是人生 大赢加一枚了 便是在这个时候 她瞒了所有人 还以为她会做一位 相夫教子的妻子 不料她又创造出 另外一番一生 幕后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婚后的她无忧无力 做起了自己 曾经想要做的事情 本身就全能 她开始学习高尔夫球 开始她脱胎换骨的人生 聪明她 好像学什么东西都很快 对于她来说 学习什么东西 都一如反掌一样 日复一日 琴家锻炼她 打高尔夫球 越来越出色 并且参加了 皇家香港高尔夫球赛 让自己与强者对赛 可以更快地发现 自己的不足之处 那一年 郑文雅抱着十足的信心 但因为种种原因 闹得不愉快 郑文雅受到了 自己情绪影响 这一年 她未拿到一个好成绩 对于强者来说 一次的失败 是为了锻炼 自己更好的未来 郑文雅在上一次的失败中 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请家锻炼 每日的练习时长 都在12个小时左右 郑文雅骨子里 便有坚强的抑制 她不怕苦不怕累 在她身上 就好像看不到 懒惰这个特质 苦练许久 她再次参加这个比赛 这一次便是荣耀归来 不明则已一迷惊人 在百多人中 她一夺冠军宝座 成为众人之光 郑文雅真的是 一位非常优秀的女人 之后她不仅自己 喜欢上高尔夫球运动 她还大力支持 更多的女子 去学习高尔夫球 并且成立了 中国香港华人 女子高尔夫球总会 这样的女子 不仅想为她鼓掌 但是最值得 为她喝彩之处 便是在1994年 郑文雅成为了 首名入选 香港女子高尔夫球 带队的华人 接着五年 更连续被选为 中国香港最佳 女子高尔夫球员 在2000年 郑文雅还成为首名 华人女子高尔夫球教练 郑文雅从一位 稚嫩的香港小姐 从一位演员 不只为自己争光 如今为中国争光 成功地脱胎换骨 给人留下了 重新一种印象 不止如此 郑文雅更是成功的 女性典范 在十大成功女士中 便可以看到郑文雅的身影 与她一起夺奖的 还有何秀兰等人 得到这个奖的人 大约都是成就超卓的女性 更加证明了郑文雅 另外众人皆知 金像奖十分难拿 但众人不知道的是 金像奖奖杯的原型 便就是郑文雅 如今郑文雅已经59岁了 早已过了最灿烂芳华的年龄 但她依然自信 有魅力 奔溜的她 丝毫不见老态 反而显得异常优雅 身材保持得很好 现在郑文雅热衷于公益活动 闲时意识会和朱玲玲等老友聚会 好不潇洒 俗话说得好 多个技术 多口饭吃 在各个方面 都有一技之长的郑文雅 曾学过雕塑她 参加了奖杯设计 这便是多学一个技术的好处 说不准什么时候 便会得到用处 以此鼓励大家 若是可以多学一技之长 还是好的 直到2020年 很多人都已经被她瞒了 29年 当她退出娱乐圈后 很多人便放弃了对她的关注 殊不知 如今她已为中国争光 变身成功女士 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因 思照受重挫的郑文雅 郑文雅的人生是靠自己争来的 她不贪玩 把时间都用在正式上 不安于现状 一直在突破自己 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未来 也就是因为她的这一特质 才为她自己塑造了如此精彩的一生